我認為如果你今天想把選總統當成下一階段的目標的話 我覺得你的人才庫就是你的第一個大問題 因為你看起來在這部分呢有非常大的缺失 做總統不是因為你個人是一個好人 你就可以做得到這件事情 另外還有一個是個性 我以前有一個職場的老闆曾經跟我告誡說 不要太以你的白目為榮 我想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說有些人會覺得直言不會是一個很好的個性 但是其實實際上來講 你卻分不出來到底直言不會跟白目到底差別在哪裡 我可以講一個事情 以前有一個立法委員現在也還在任的 他曾經在私下聚會的場合講了很多我的壞話 然後傳到我的耳朵裡 但是隔了一個月他找我去開記者會 支持他講的某個議題 我完全也沒有廢話二句 我直接去幫忙 因為我覺得這個議題呢 我覺得來講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不要覺得說 只有民進黨立法委員會做這種事情 你知道嗎 你們家的發言人楊寶貞 之前有一天中午 他在朱玄恒的直播上 先罵了我一頓 下午就在同一天的下午 他打電話給我 問我可不可以讓柯文哲市長上我的直播節目 其實我說真的 其實在這個政治的場域裡面 所有的人都是這樣 大家都是如果我們覺得有共通 可以合作的議題的話 我們都會考慮可以一起站在一起 並不是說我們覺得好像我們看到別人的缺點 我們就永遠只能夠就是跟他站在對立的那一面 今天蔡英文他可能有做很多的好事 他可能也有做一些壞事 他也可能有做一些邪惡的事 看看你的立場到底在哪裡 可是我從來沒有印象 上一次蔡英文做任何因為自己任性 或者是因為自己個人情緒而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想超越自己的人性是政治家的責任 而我覺得這個就是柯文哲你作為市長 我看到最大的一個問題 你從來都沒有超越你的人性 你甚至於把做自己當成是一個最大的優點 而我覺得這個是你必須要改進的一件事情 而這也是我今天即將卸任 我希望最後留給你的一句話 接下來是我最後的時間 最後八分鐘 那我自認 我在過去這四年裡面 我幾乎都沒有問什麼事政無關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其實今天呢 我有最後這一點點時間算是給我自己的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有權利問我任何想問的問題 那我覺得剛剛我們已經討論很多 我覺得在市政上 譬如說我覺得你用人啊 管理啊 或者是說個性啊 種種各式各樣的一些問題 其實我想要討論的事情是 其實你啊 常常在做市長的時候 你會選擇跳過統獨 或者是一些你所不喜歡的題目 但是你能夠砲打中央的時候 你從來都沒有錯過 可見我覺得你這個人呢 折散不直 其實是有選擇性的 但是我覺得啊 如果你做一個台北市市長 我覺得這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不會特別想要挑戰你這一點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打算要 譬如說選總統 或者是挑戰一個大位的話 我想這些必要的問題 有一些你可能真的就得要好好回答一下 那我這邊其實呢 你剛剛有提到一個點 你剛剛有說 你剛剛說 有些問題 你選擇回答或不回答 是因為 反正你知道嗎 雖然跟市政無關 但是我喜歡嘛 我喜歡我就回答 或者是跟我個人價值符合 我就回答 舉例來說 你提到你對民進黨的痛恨 這邊就想問一個問題 那你在很多的訪談裡面都有提到 你想選總統 你會選總統 或是你可能會選總統 你有各式各樣的答案 但是你這個呢 我想問一下 請問一下市長 你到底是為了什麼 覺得要選總統 你是因為覺得當總統 我們對台灣會更好 還是說你想要報復民進黨 沒有啊 民進黨哪裡值得我報復 拜託 我倒覺得是這樣 台灣其實 台灣的選制你知道 經過李登輝六四限改 再這樣阿扁一次 我們現在這個國家的 目前的政治制度 是民選皇帝制 已經不是民選總統制 所以 所以有很強的意志力 卡在那邊的位置 才有辦法去翻轉這個國家 翻轉也沒辦法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你之所以想要選總統 我先不管你所謂的 民選皇帝制這個說法 是否符合台灣的現況 我先假定你是這麼認為 那你覺得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覺得你選總統 對台灣來講 你是希望改善台灣變得更好 你的意思是這樣 我跟你講 只有 不是 這是一個解決 這種意識形態鬥爭 為什麼 你看看 我們在市政府裡面 允許各種不同的聲音 局長都 每個人都 有時候人家覺得很奇怪 你最起定 其實市長 我說真的 主黨選總統 都是你個人的民主權利 我都會給你祝福 我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 2022年7月20號 朱學恆問你說 你這個2024 是不是會有角色的時候 你曾經表示說 選是一定要選 我不選 民進黨太容易選 好歹要讓社會財富重分配 要讓他多花一點錢 其實從你過去的很多言論 或者包含你在朱學恆 接受訪談的時候 你說的這段話 我是否可以說 其實你在選總統的時候 除了單純的希望 台灣可以變得更好之外 其實你對民進黨也有一些獨特的思願 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對民進黨怎樣 你對民進黨是否有一些獨特的思願 就好像 苗伯雅同樣問你公同的問題 但是你覺得說 他是民進黨側翼 所以我不想回答他 可是問題是呢 你有今天換成羅志強 你突然之間覺得OK 這個問題是可以的 因為可以砲打中央 你是不是有像這樣的一個獨特的個人的思願 其實你不完全是為了社會公義的理由 而要去做像這樣的選擇 這個是這樣 猴子不是爬到樹上才屁股紅 猴子是爬到樹上才被看到 你蹲在地上誰知道你屁股紅 所以常常是這樣 執政人才被看到說他有缺點 他不執政嗎 誰曉得他 這個跟我的問題的關係是什麼 你想要表達的是說 因為你爬到足夠高的點 譬如說總統的位置 你才可以讓別人看到 你的問題到底在哪裡嗎 不是 今天民進黨要不去執政了 你也看不到他的缺點 但這個不就是一個重點嗎 其實事實上我覺得民進黨作為執政黨 他有執政上的缺失 而人民批評他 我覺得這個天經地義 畢竟他是執政黨 是他的權利 這個是人民的權利 這也是他的責任 就好像我今天作為台北市市議員 我一定會看台北市 到底有哪些問題 我一定會監督台北市長 所以我也會找你的麻煩 這個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今天如果單純的是 因為民進黨是執政黨 所以你覺得他所有的東西都是不對的 所以呢你覺得說你對他有些憤怨 是不是有些不公平的地方 因為他執政才有機會被我看到 所以一樣嘛 換國民黨執政 一樣是換國民黨被我care 就這樣 了解 好 其實我對這個問題呢 其實沒有任何的意見 可是我必須要說 從今天 我一開始 我先提到的人才 我提到了管理 我提到說後來 你對於公開透明 我提到說你對於個性上的一些問題 其實我是想跟你講一件事 我認為 如果你今天想把選總統 當成下一階段的目標的話 我覺得你的人才庫 就是你的第一個大問題 所以你看起來在這部分呢 有非常大的缺失 做總統不是因為你個人是一個好人 你就可以做得到這件事情 另外還有一個是個性 我以前有一個職場的老闆 曾經跟我告誡說 不要太以你的白目為榮 我想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有些人會覺得 直言不會是一個很好的個性 但是其實實際上來講 你卻分不出來 到底直言不會跟白目 到底差別在哪裡 我可以講一個事情 以前有一個立法委員 現在還在任的 他曾經在私下聚會的場合 講了很多我的壞話 然後傳到我的耳朵裡 但是隔了一個月 他找我去開記者會 支持他講的某個議題 我完全也沒有廢話二句 我直接去幫忙 因為我覺得這個議題呢 我覺得來講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不要覺得說 只有民進黨立法委員會做這種事情 你知道嗎 你們家的發言人楊寶貞 之前有一天中午 他在朱懸恆的直播上 先罵了我一頓 下午就在同一天的下午 他打電話給我 我可不可以讓柯文哲市長 上我的直播節目 其實我說真的 其實在這個政治的場域裡面 所有的人都是這樣 大家都是 如果我們覺得有共通 可以合作的議題的話 我們都會考慮 可以一起站在一起 並不是說我們覺得好像 我們看到別人的缺點 我們就永遠 只能夠跟他站在對立的那一面 今天蔡英文 她可能有做很多的好事 她可能也有做一些壞事 她也可能有做一些邪惡的事 光看你的立場到底在哪裡 可是我從來沒有印象 上一次蔡英文做任何 因為自己任性 或者是因為自己個人情緒 而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想超越自己的人性 是政治家的責任 而我覺得這個就是 柯文哲你作為市長 我看到最大的一個問題 你從來都沒有超越你的人性 你甚至於把做自己 當成是一個最大的優點 而我覺得這個是 你必須要改進的一件事情 而這也是我今天即將要卸任 我希望最後留給你的一句話 我並不是想要唱隨你 或者是想要阻止你去選總統 而是認為 如果你今天想要對台灣做好的事情 老實講 今天你跟我 能不能在台灣的歷史上留名 我不知道 但這問題是呢 作為一號人物 現在的一號人物 我相信柯文哲絕對是 說得上是一號人物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我不會希望你做出任何 讓台灣變得更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你未來在判斷 我要做 不要做哪一件事情的時候 不是因為自己的人性 而是因為這真的是對台灣來講 有意義 而且是好的一件事 市長 我想問問 你現在對於自己最後這八年 你有什麼樣的總結 你想要對自己 你想要對我 或者對其他人說一些什麼話 那這個是這樣 我們還是維持自己的文化 不過這樣 你要講我最大的優點 是我們會改正 因為這是我們外科那個 Amming Conference 長期的訓練 這個是我們最大的優點 這確保我們在 醫術上一定會持續的進步 所以只要還能夠維持這種 反省改進的文化 應該還會再進步 那我也希望柯文哲市長 可以繼續改進 我也很感謝 在這個最後一分鐘 我想要跟台北市政府 所有的公務人員 八萬名的公務人員 說一聲感謝 其實在過去的 這四年的期間 我必須坦白講 我覺得八成九成以上的公務員 與我們一起合作過的 我都會感覺到 他們的熱忱 專業還有手法的精神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感佩在心 我相信這件事情 如果我坦白講 作為一個台北市議員 我一定會質詢台北市政府 或各局處非常多的問題 但是如果今天把台北市 拿來跟台灣 所有縣市比較的話 我認為它是一個 非常值得驕傲的地方 所以我任何人要跟我說 我覺得台北市很爛 這個是我不能夠接受的一件事情 但是當然的 雖然我覺得它不是 一個很爛的地方 但是仍然有需要 非常多需要改進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再接再厲 謝謝大家